让我们致敬每一个了不起的你 凡人善举总在身边 去年的12月29号上午9点左右 在海口龙华区DC电脑车门口 一对八旬夫妇从商场出门后 妻子突然晕倒 附近的好些人立即伸出援手 通过公共视频看到 坐在商场门口的这名老人 似乎身体出现不适 身边的丈夫在一旁照亮 热心人看到后尚且关心询问 不过每一会儿 这名老人就晕倒在了地上 刚好在座清洁的商场的工作人员 立即上前询问 经过按摩后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 随后大家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释放后记者也联系到了 这名老人的丈夫 据了解老人名叫杨淑林 今年80岁 现在在海口居住 老人五年前就患有冠心病 之前只是偶尔发作 但这次发作的比较严重 幸好有热心市民的及时帮助 才转为伟案 目前老人已无大案返回家中休养 这在发作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来得很及时 他这个精神 可以发扬光大 可以继续学习的 会提防个人在那儿 在身边 守住不走 可以感谢啊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